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屿玉兰 首先来看到的是因应苏花改通车 花莲县政府是历时两年 新建了客运先期的转运站 预计在6月底完成实用执照的取得 7月初将会有客运业者陆续来进驻 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市营运 为了整合国道、公路以及市区客运车辆 花莲县府历时两年新建客运先期转运站 目前软硬体设施均已完成 花莲县长徐正伟协同建设处长邓紫瑜 21日上午前往视察 在业务单位报告后 针对无障碍设施、动线空间、排面友善化 提出改善建议 今天县长来视察这个花莲县旗转运站 我们这个站预计是在6月底的时候 要完成使用执照的领德 这个使用执照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接水接电 预计是在7月初开始 陆陆续续各家客运业者就要进驻 那我们会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市营运的时间 那在这个市营运期间 我们当然还会有针对各项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早上县长来勘查的时候 也指示了一些包含这个无障碍设施 还有整个排面的这个友善化 跟整个无障碍的动线 跟内部的相关设施的这个安全性 有提出了一些要求跟指示 我们要去做修正 那我们会尽速在6月底之前 把它完成修正 预计6月底取得使用执照 7月初花莲火车站周边所有国道客运 公路客运 市区客运等9家业者 共27条路线都会进驻转运站内载客 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市营运 设置13个上下课月台 期间会针对各项设施及服务使用 持续滚动检讨 此办提供花莲乡亲或游客 优质的乘车品质和服务量能 记者长方言 花莲师报导